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一位的伙伴们 各位领导们 大家 下午好 好不好 首先我还是要澄清一下 我刚才 虽然有种才讲起来 我听起来真的是很爽 但是 他这样讲一下我突然间很紧张 等一下 等一下 他讲像神 绝对不是神 是人 跟你没两样的人 但是在这边真的 我需要借助你们掌声 来谢谢立位国际 也谢谢我们的总裁令文峰 这一整天的辛苦 包括立位公司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尤其是我们最可爱最漂亮的女神 我们的新加坡总经理 谢谢 谢谢他的安排 掌声要甘愿一点点 不然现在是舞台少一半了 那么今天说真的 我的主题 当我拿到这个主题 原本我不是这个主题的 原本我的主题是等一下老板要讲的主题 但是 我觉得我没有达到那个高度 所以 老板不介意跟我换 所以当我拿到心灵的时候 我一看一下 哇 心灵这个主题 很深哦 非常深的一个主题 那么当然这个主题 今天早上到现在 我们有听过什么 时间对不对 没有空间对不对 有思想对不对 有力量对不对 喂 Andy上来你们就很大声 我上来你们不要回答 对对对 ok ok 因为刚才总裁讲那种大表的感觉 我是还没有感觉到啦 所以在这边 等一下我有机会让你们猜一下 可以不可以 那么 讲真的前面这四个主题 讲的再好都好 如果没有我这个主题的话 基本上你心灵上空的话 你根本做不到前面四样东西 对啊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的主题是最重要的 那么心灵 这个字眼 英文叫做soul 日文叫做cocoro 还有很多语言哦 印尼文叫jiwa 那么这个字眼 听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字眼 对不对 心灵 你懂什么叫心灵吗 懂什么叫心灵吗 所以其实心灵这个东西就是说 它并不是 它是在你的身体里面 但是它不是你的大脑 它不是你的心脏 它属于你的身体的一部分 但是它是在你大脑里面的 或者心脏里面的 某一种器官 但是这个器官是invisible的 就是你看不到的 这样可以明白吗 这样可以明白吗 那么 人跟植物的分别就是 植物它没有心灵 人有心灵 那么动物跟人的分别就是 动物的心灵可能没有人这么厉害 人的心灵会比较就是 可以变化的 会因为环境 因为情感 心灵是一个人的接受器 就是说今天打一个比方 你激动 你愤怒 你害怕 情感上受到伤害 这个不是因为经过你的大脑思考后 我被骂的时候 我思考 我很伤心 有没有这样子 你的身体有没有这样子反应 就是说你 你被骂的时候 你的头脑想 想了以后才生气 有没有这样子 有没有 没有嘛 是很直接的迅速的 受到打击 受到创伤 而这个部分 就叫做心灵 这样可以明白吗 它也是指的一个人的态度 或者是一个人的性格 那么它也是一个人的精神 那么心灵这个东西本身呢 其实如果要谈它的范围非常的广泛 那么当然我是非常 驾输又驾死的一个人 就是怕输又怕死的人 所以当我 拿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是第一个见总裁的人 那么当总裁讲完了以后 嗯 听起来他跟我讲 举一反三嘛 我发现到前面我很多主题 我真的是可以举一反三 但是这个主题我发现到好像反不到 所以我再去见他第二次 所以在刚才总裁也在讲 我还在打着 他帮我comment 但是我一定会做到 我尽量尽全力 死都要做到就对了 那么 那个过程呢 说真的 如果是你从飞马42环 跳到飞马93环 基本上 是很想死的 每个时刻 每一天晚上 都想要放弃的 每一天都很辛苦 心灵上受到很大的煎熬 所以那过程里面 哇 今天我要谈这个主题 心灵 其实我内心里面 其实我还没有上台以前 其实我坐在台下 我没有紧张 我是很激动 我是很兴奋 我一直在那边等 可以快点到我吗 因为 你不明白一个人 要上台以前 在那边一整天的感觉 那是太痛苦了 真的太痛苦了 所以心灵它也是 它是会随着一个人的 生长环境经历 所面对的环境经历 可以跟它的学习过程 慢慢慢慢的成长 慢慢慢慢的 变得越来越成熟 你也可以把它称之为 心智的一种 所以在心灵里面呢 那么跟总裁谈了以后 总裁的规划呢 就是首先我们要谈 第一个叫做性格 而今天我要谈的心灵 是在于成功 今天如果你要成功 你需要具备一些 怎么样的心灵 尤其是在立位这个环境里面 那么这个心灵就变得非常重要 对啊 对不对 那么你们想不想知道 成功人的内心 你的心灵需要有什么东西 你想不想知道 我听不到 只有两个人想而已 想不想 掌声啊 那么首先讲到性格里面 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今天你在任何的成功的企业里面 我发现到很多的企业家 今天他想要成功的话 首先第一样东西 他必须要是一个乐观的人 懂什么叫乐观吗 懂什么叫乐观吗 乐观跟积极它是有分别的 乐观就是它是快乐的 就算他现在很痛苦 就好像我是这样 很痛苦 那是快乐吗 他是快乐的 并不是因为做到才会乐观 他是一个人应该要具备的一些天性 那么观就是对待看待事情的角度 所以乐观就是整天快乐的看待每一件事情 所以有很多人 在任何的行业其实都是这样 如果今天你要成功 你必须要是一个乐观的人 曾经马云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马云在他没有成功的时候 他看到巴菲特 他看到就是李嘉诚 他直接就是把他们当成是神 这些就真的是神 世界首富 五十大首富之内 所以就是说他很向往 想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当然马云 精实精致的马云做到了吗 他做到了 他也去到像巴菲特 像李嘉诚这样子的尘世的时候 他接触他们也成为喷鱼后 他发现到 其实马 其实李嘉诚 巴菲特 甚至比尔盖斯 就跟一般人没两样啊 就非常的频繁 跟很多人是一样的 但是他在这些成功人身上 他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这些人 他都是积极正面 他都是乐观的人 就打一个比方 今天如果你拿着 Betill 我们Reway的制度 去给比尔盖斯看 比尔盖斯是不一下子说 直销啊我不要 他不会的 你相信我他不会的 他会坐下来听你讲 听完以后 他还会问 他还会想要学 学以后甚至可能他身上里面 他感觉这个商机很大 他甚至自己改良 自己有一套 甚至比我们更好的一套 来去执行 所以一个成功的人 他不单单只是热观 他会很积极地去聆听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人 如果今天你从事某一些企业 首先我要这样讲 就是说先不要拒绝 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学习 所以像巴菲特 像李嘉诚这些 如果你认识他的话 真的你跟他分享 他会学的 所以给我来讲 就是说在Reway里面的环境里面 我举一些例子 就是你问我来讲 今天印尼跟新加坡 或者是台湾 Reway在印尼台湾跟新加坡 有没有分别 有没有分别 哈喽 有还是没有 没有啊 有还是没有 一样是Reway对不对 但是我要问你 印尼 你知道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吗 印尼如果今天你想要把 单单把货运进去印尼 都会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 从中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会影响到你 但是偏偏 在过去的将近一年的时间 Reway的No.1 就是在印尼 我们给F&D一个掌声 为什么 所以永远都是这样子的 今天我讲新加坡 新加坡 好吗 有没有拍照 合法吗 敢敢讲对不对 敢敢做对不对 有没有货的问题 飞马还特别多 现在连扫地都是飞马 但是 印尼如果是今天 差不多 因为我在打的时候 这差不多将近三个月 没有见到他们 对吗 F&D掉了 三个月了 组织继续打 继续有飞马出现 非常的积极 新加坡 飞马一堆 活动一堆 但是你发现到 里面 它的差别就是在于 两边的 就是同样是团队 同样是公司 但是他们的 态度 或者是一个人的 就是可能太靠近 所以你不懂得 珍惜 对啊对不对 就是说新加坡什么都有 还是有人说 哎呦很难啊 很难做 没有这样简单 印尼大致上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可以做 而且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在这边里面 这就是一个人 看事情的观点 当什么都有的时候 需要轮到你吗 不需要你的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 就是刚才Andy讲的那个 内衣的故事 一个去到那边 哎呦老板不可以了 这边的人没有穿内衣的 另外一个去那边 哇这边人没有内衣穿啊 快点进十个container来 对啊对不对 他的观点态度 他的想法是积极positive 是乐观的 还是他是消极的 还没有做而已 很多人 还没有做而已 一开始 我真的不明白 我要问一个问题 你们必须要回答我 你们进来的一位 是给你们的领导人用刀 逼进来的吗 是来是不是 或者是捉进来的 哎 不是 那么是不是走进来的 对不对 自己塞的 对啊对不对 就是你甘愿的嘛对不对 就是说你思考过 你有清楚想过 你有做很多的考虑 能决定的 对啊对不对 有没有人被骗的 举手一下 有没有 有没有 这样应该 你也能够做前排嘛 对啊对不对 对啊对不对 还是有人没有回答 你看你就是这么消极的 就是说 你的想法决定你的结果 所以一个积极乐观的人 一个有乐观的人 他的结果 他在于处事 在于行事方面 所有不好的东西 今天你相信我 要成功 他绝对是要经历一关 作折 主力 还有打击 没有一个行业 是你没有做 自然而然成功的 是你没有面过主力 没有面过大风大浪 而成功的 任何的行业 他都必须 要经历过这一切 所有成功的企业 能够到五十年 能够一百年 都是经历过风风雨雨的 那么立位这十多年来 有没有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讲乐观 刚刚总裁上台 你看很多事情 真的我 我之所以在立位没有死 你问我有没有问题 你看我干爹 Mr.David Yo My birthday 第一个吃了六天死 第二个吃了跳楼 就是说 今天你了解Liwei 有没有可能吃本爹吃了 想跳楼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吃本爹吃了 连明天会死 如果吃六天死 这边死一半了 对吧 所以首先 我并不是在博 但是就是说 他经历过种种的时候 他会去 很积极的去fire up 很乐观的 虽然他也有悲观的时候 但是他有一个能量能够 使到自己 这些就是心灵上的一些沉杀 每个人都必须要经历过的 有些人一个人吃了 那些肚子而已啊 他就觉得Liwei不可以做了 网上有一个人放在丢价钱 那个网上那个人放在丢价钱 都还没有影响到他 他就觉得Liwei不可以做了 所以我在想 可能你还不了解 为什么Liwei可以做 你们了解了吗 你看80%的人是不了解的 所以今天你们前面白讲了 他们不了解 我是尽量用 尽量用人的语言来跟你们沟通 真的 我没有 连讲你听不懂的 我是尽量了 那么 乐观是一种性格 是成功人需要具备的一个性格 所以 乐观能不能 培养 可以吗 所以 从什么方面可以培养一个人会乐观 首先第一 就是积极正面的环境 就像今天 所以我们给Liwei一个掌声 你必须要多参与 像这样积极正面的环境 不要每天去巴萨 跟那些 不是那些人不好 但是大多数的人 如果没有做Liwei的 这个时候 星期六嘛 对不对 你在哪里 在吃吃喝喝 甚至在讲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对啊对不对 不然就讲隔壁啊 那个谁啊 他的媳妇啊 很坏啊 都是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甚至参与一些那些人 他每天跟你讲 你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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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问题一堆 它影响到你的思维 它影响到你的心灵 这样可以明白吗 可以吗 所以乐观是可以培养的 第一是环境 第二跟志余讲 每个时刻 问题来的时候 想成 先想一下先 想好的一面 这样可以不可以 先想坏的一面 因为谁看不到 谁眼睛熄啊 谁不会看坏的东西 但是今天 就是有99%的人 每天就是看坏的东西 只有那1%的人 在危机的里面 危机的时刻 他看到商机 那么当你看到商机 你的人生就会有转机 这样可以明白吗 所以我们必须要 跟自己这样讲 每天提醒自己 多说一句好话 从你嘴巴出来的话 只可以是积极正面的 这一个我必须要讲 有一个领导人 有一个领导人 真的是这样子 就是我要跟他消极都好 他直接会转频道 变成积极的 这个领导人呢 就是我们的业力节 我们给他一个掌声 我不是随便讲的 我是有try的 我try positiv try 太在转了 很厉害的喔 难怪他的组织这么大 对不对 所以今天你要在这个行业里面成功 首先第一点 乐观 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功原则 那就是坚决 什么叫坚决 坚决跟坚持 它是有分别的 坚决是坚持 不改以后直到做到的那一种 就是有人拿到逼你 你都不会改变你的主意的 的那一种坚决 听得懂吗 我就是这种字眼 里面有很多话很难形容的 那么曾经有一个 就是一个伟人 就是伟大的哲学家 拿破仑西尔博士 他写过一本书 这本书是访问了全世界504个富豪以及名人 年花了25年的时间 所写下的这本书 而这本书帮助了数以百计 数以万计的人 成为百万成为千万富翁 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思考赐福》 有听过吗 有看过这本书吗 有吗 有的人很少 所以如果有空去买一下来看 其实这本书我也看了好几次 我看了以后其实 我发现到成功人的原则 成功人的那些基本 就是今天你要成功你要坚持咯 你要努力咯你要什么 我发现到成功其实很老套 你有发现到吗 500年前你要成功 你必须要努力 500年后今天你要成功 你必须要努力 你也需要 500年前你要成功 你必须要积极正面 500年后的今天你要成功 你还是要积极正面 所以它并没有改变 但是这本书里面 当我看到有其中一页 它写到 人类了解你自己本身 了解你自己本身 你的缺点在哪里 就是我看了第二遍以后 我才看到这一面 而这一面深深的 刺透我的心 让我醒来 所以今天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功 里面他有一些条件 如果你没有这几个条件 没有这几个问题的话 这三十个问题的话 那么你的成功是指日可待 可能是明天 可能是多一个礼拜后 可能是多一年后 你就会做到的东西 你想想知道里面是 死到你不成功的因素是什么 想知道吗 第一个 第一个 就是你先天 脑部 残缺 所以首先第一点 我一眼这样看过去 这边应该没有一个是脑部残缺的人 对啊 对不对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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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你们具备第一个成功的条件原则 所以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 当然 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可能选错伴侣 或者选错合作伙伴 它也是其中一些 使到你不能成功的一切原则 但里面 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 犹豫不决 不能够做决定 Undecisive 犹豫不决 这一点 真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自己走进来 你自己进入立位 你自己填那个form 还钱刷卡进来了 也坐在这边搭飞机 飞飞飞飞飞飞飞到这边了 今天我们所有人讲的课题 主要就是要让你在今天 在你还没有走出这道大门以前 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 成功的人做决定很快 换决定很慢 那么一般平常普通的人 做决定就是要 要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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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啊 可以了 诶 对对对 诶 对对对 诶 对 诶 OK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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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要啦 还是不要啦 就是这样哦 如果你做立威每天是这样 要不要 要不要 应该很快中风 你要就冲 不要就回家睡觉 对啊 对不对 对 浪费时间 坐飞机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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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飞了十万八千公里 来到这边 你坐在那边 睡觉 那个钱拿回家请妈妈吃饭还好啦 对不对 或者我们在讲 你在那边玩手机 我看得到的 你坐在最后面那个 我都看到你在玩手机的 年年就是你 就是你 注意一点点 我眼睛很利的 所以当一个人做决定的时候 什么叫做坚决 这条路 你看了 你走了 你相信 你必须要有这种信心去相信他 当你百分之百 你已经确定了 你进来了 真的 你必须要百分之一百 去完成 坚持 坚决地 去达到 你进来的 当时你进来 你想要完成的那一个目标 对啊 对不对 对 而这个过程里面 所有的种种的主力挫折打击 Who care 谁理你 你不要告诉我 那个人骂你 哎呦 他骂我 谁 谁在创业的时候没有给人家骂过 你洗厕所洗不好都会被骂的 你顾厕所的也是会被骂的 你知道吗 不是说什么行业 我只是 哇 你看他哪里可以这样讲 我种种的 也是我觉得说 如果是女生讲还好啦 那男生讲 真的 而且我团队里面是没有讲 不然我45度 就是说你 你要成功 你的内心里面必须要很坚持 很坚决 很想要 坚决里面也是 其中一个 定律就是 英文叫做burning desire 燃烧的一种欲望 今天你是想做到 还是一定要做到 哪一个 哪一个 一定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今天我有一千个理由 可以告诉我自己 神经病飞马四二环 打什么飞马九三环 你有病啊 可以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 你现在 diamond no star 我直接叫你打飞马 可以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 就是说 就我跟我爸进来的时候 同样的道理 我们看了那场表达大会以后 哇 Albert可以 我们就可以 所以我们还是要给Albert一个掌声 不是Albert不强哦 Albert很强哦 Albert很强 但是 我们知道他的背景 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平凡的人 他都做得到 那么应该我就能够做得到 对啊 对不对 你有这样想过吗 有吗 讲真的 你的心灵里面 你必须要有这一块 所以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别人可以 我就可以 你才有可能 发分 读讲百分之一百的充 因为今天很简单的 有什么行业做了以后 一年的收入会比一年多的 十年后可以有非债子收入 二十年后 你死了 还有你的孙子可以拿的 有没有这样的行业 有没有这样的行业 有没有一间公司的大公司 国际公司的老板站在这边 嗯 我做到死为止 有没有这样的公司的老板呢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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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眼睛有没有打开来看 有没有 Eliway有咧 他敢敢站在万人面前讲 我做到死了 真的 Steady 我们给他一个掌声 给我们林文峰一个掌声 真的 可是我在想 他到底在坚持什么 今天你讲钱有了吗 你讲朋友 现在几步 去到哪里 收欢迎吗 收欢迎 钱有什么都有 名誉有什么都有 家庭和谐健康 给大多数的人 讲真的 他今天真的不会站在这边 对 对 他已经完成了 他人生六大目标了 但是他就 他不是为钱 他也不是为自己 他真真真正的 他设下的那个标准 真正的想要帮每一个人 达到人生六大目标 所以真的 你必须要看得懂 这样的一间公司 没有一间公司 或者没有一个领导人 会去担心 你不赚钱 今天你投资一个行业 输钱的有没有 有没有 大把 外面大把 但立威 每个人希望你进来的时候 都希望你成功啊各位 苦口婆心啊 出钱出力 甚至用他的命来跟你博啊 用命了啊 看我最近有没有收很多 差不多了 真的 所以我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 所以我是全力一步 我刚才就跟达豆在那边谈 达豆讲 你这样子你要注意啊 你要真的要注意健康啊 我说达豆你放心 就算我死了 我还有立威 我还有所有的 BD It's okay 这边讲讲 然后吐血 哇 也很帅一下 你知道吗 我感觉很帅啊 我们是这样做立威的 就是比坚决更坚决 身是立威人 死是立威鬼 这种叫坚决 而你还在那边犹豫不决 难怪市场我们拿掉 对对不对 等你想通的时候 那市场已经给他拿走料 所以要做决定 要敢敢做决定 不要害怕 不要每天在那边想 可以吗 我可以吗 你回去看 看六七年前的Jolie 穿短裤低色的照片给你看 你回去看 看六七年前的David Yeo 他样子不单惨而已 没有读书 每天看戏看动物片 吃饱没事就去打麻将 跟你讲什么积极正面 跟你讲什么power 没有power的要死了的 真的 我们再次给我们的David一个掌声 像我们的阿妹 根本 可以退休的人 不用做立位都成功 因为产品感动他 从Auntie变Beauty 做到现在 现在也加了衰竹忙碌 这样可以吗 可以吗 你们讲不通的 我尽力 我尽力 那么再来第三个点 而这个点我觉得是一个性格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当然前面两个都非常重要 而这个点 是在我立位的过程中 我一天一天地累积的 一天一天地得到 你想不想知道是什么 就是自信 就是自信 今天你要成功 你必须要相信你自己是能够成功的 这个原则 我相信每个人都懂 但是我发现到 有很多 很多的人 他并没有这样想 他并没有这一股力量 很多时候 他需要人家去推他 去鼓励他 去推他 去鼓励他 以前我干爹就叫我是嘎脸的 就是脚练的 做工好像脚练这样的 那么 好彩现在坐立位没有脚练 所以我发现到 自信心这样的东西 它是能够栽培的 而每一个人的身体 从头到脚 从每一个细胞 其实都有这一股能量 心灵也代表着你身体的每一颗细胞 而这个力量 老天爷要给你 开启你内心里面这个细胞 这个自信心的时候 它不会就这样给你的 它会给你很多 很多 很多 很多的阻力 能让你慢慢地得到很多的东西 我通常都会这样讲 就是说今天 如果你刚刚学驾车 有驾过车吗 有吗 那么你学驾车的时候 你驾驾驾 一开始驾的时候 那个方向盘是靠着你的胸口的是这样驾的 有没有试过 有没有试过 靠着胸口的 很怕撞到的 连一家一家一直向外吃的 有时会吃到那个草的 有没有 后退的时候经常很怕的 不敢后退的 有没有 你们没有反应我要下台了 我心灵受创 那么你驾驾驾驾 所以如果你每天有驾的话 慢慢你发现到驾一个月的时候 那个方向盘开始就离你胸口有点距离了 对不对 连在驾多两三个月的时候 你可以一路驾车一路吃东西 对不对 一路驾车一路吃东西 一路喝水 喝水了 看戏 就是没有想驾车 对不对 所以你的自信心在于驾车这方面 那种倒退向前 所有的方向 所有的问题 你从每一天的练习中 慢慢慢慢 一次 驾车 没有撞到 顺利通过 有没有 第一天 第二天 每一天 每一天坚持地做到 那个过程 它就会累积 自信心 对不对 这个就是累积 所以今天自信心 它并不是 就是它与生俱来 在你的身体里面 只是它没有被 被炸开 它是需要被炸开的 在我打飞马的时候 从Pavro 从Pavro Pav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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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没有任何的条件 门数不够 很多人还很新 子弹又没有 那个时候 百分之一百地做 因为我从来不一直想 能不能 我只会想 要怎么样去做到 去想方法 而那个过程里面 当我做得很辛苦的时候 我不懂公司这片CD还有没有卖 我就听着一片CD 这片CD的名字 主题 就是由我们的 林文峰先生 我们的Founder 创办人所写 所讲的 这个就是 自己就是一座宝藏 有听过吗 这一场 自己就是一座宝藏 我忘记是在哪里 但是这一场 我感觉我从头到脚 每一颗细胞 真的被炸开 尤其是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人是一座宝藏 能有无限的可能跟潜能 人就是这样的 你每一颗细胞都是能量 但是老天爷的设计就是这样的 它就是把你 就是 它有一个门 里面全部是宝藏 全部是你的潜能 能力 每一个细胞 但是它有一个门 这个门 把你的所有的潜力 能力 给锁住 有一个非常 非常坚固的锁 这个锁 非常的硬 很难的 被打开 所以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子 瞬间的被激发 啪 哇 那个锁团圈开了 哇 团圈有很多潜能 就好像我现在上台这样 开始有一点点潜能 有没有 刚才上来抖 不论为什么 奇怪 应该是你们人太多 那个潜能 所以这个潜能 我发现到 你没有其他方法 如果你要打开这个锁 把你里面的潜能打出来 你没有其他的方法 你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奋斗 挣扎 来 我们一起练 奋斗 挣扎 对了各位 就是奋斗挣扎 这把锁的钥匙 就是奋斗挣扎 你要打开它 You have to fight 你要挑战你自己本身 而这个过程里面 对也好 错也好 做到也好 做不到就好 成功的定义 就是一天一天的感觉到 潮向你依据的 有所价值的 个人目标前进 对还是不对 所以就是说 今天你很清楚 你的目标 你知道这个平台是可以的 你百分之一百充啊 哪怕跌倒 跌倒要怎样 跌倒要怎样 站起来嘛 对不对 不是跌倒了 我跌倒了 来 我跌倒了 我跌倒 每天希望人家来安慰你 来服你 你有病啊 随时保险前控 偶尔服一下 OK啦 再服两下 OK啦 一点点就受伤 怎样胖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那种 没有去想 问题肯定有 但是问题来解决 解决 解决 如果没有答案的 像安慰你讲的 没有答案的问题就是 就不是问题 Next 对对不对 什么没有 没有 没有 那个 哈拉的 那个 利未不可以做 你去死了 你去印尼看一下 一堆印尼人 全部哈拉的 对不对 你不可以做而已 不是别人不可以做 想方法 想方法 去碰钉子也不用紧吧 去学习 从过程中 走啊走 只有行动 才能够让你累积自信心 各位 拿着一个车 那个车 引擎start了 在那边这样 没有走的 没有踏油的 在那边练习 弯左弯右弯左 你觉得你会 会驾车吗 会驾车吗 所以你的刹车要放掉嘛 对不对 你刹车没有放掉 进牙直接踏油啦 最多就是进龙购 对不对 没有关系的 只要不要死人 就可以了 而目前为止 在绿位里面 在绿位里面 有很多人 这几个月是 潜能被激发出来的 要成功 先扒风 戴着头盔 往前冲 全部 不是戴头盔 戴大炮 满街炸 全部赶赶去 知道吗 真的 这几个月我发现 Oh my God 我很压力 因为我发现到 哇 立位真的 这个地方 真的是人才挤挤挤 所以我们有总裁 林文峰 一个峰 下面全部跟着峰 所以这股 文峰 真的 我们坐到外面 他听到文峰 他就怕了 上诞 所以立位 现在是所向披靡了 所以你还在那边怕 哎哟 不懂 可不可以 真的 我们没有时间 陪你在那边 担心你太多 顾虑的东西 你所有顾虑的东西 就因为你没有行动 你没有往前走 你害怕受伤害 只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解释 一个人 如果今天你要成功 你要得到自信 这个故事 他也是对我有一个 非常大的启发 跟没有想听 这故事是这样讲的 我在一个森林里面 我有一只母老虎 那么这母老虎呢 因为难产 所以生下一个baby以后 就是小老虎的时候 因为难产而死掉 所以在这过程中呢 那个小老虎 因为母亲死了嘛 那么他也没有求生的医治嘛 所以饿了一两天以后 要死的情况之下 刚刚好老天爷的安排 一只母羊走过 那么这个母羊呢 刚刚生了很多的小羊 所以那个时候 那种老虎的天性 小老虎嘛 它闻到那个奶的味道 因为母羊刚刚生 它的奶水还很多嘛 对不对 那时候那个老虎一嗅到来 直接冲过去就 就开始吸奶了 所以那个羊也看到这个小老虎 看它红红这样 小的时候全部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嘛 红红这样 很可爱的 当然刚刚生小孩嘛 母性 母性很强 就OK啦 就把它带回家 所以当然 他们就去到 荒阔的草原生活 所以一天一天 小羊跟小老虎也慢慢长大 但是这个老虎 它 就是 它在这个成长过程中 它受到很多人的嘲笑 很多的热讽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羊是怎样叫的 对不对 老虎是怎样叫的 对不对 所以老虎要学羊叫 你猜一下 就是 它连学叫都叫不好 所以它的兄弟姐妹们就很歧视它 对不对 那么羊是吃什么的 吃草 老虎是什么 因为它的羊群 它被养大了 所以那老虎每天吃草 一路吃 一路吐 一路吃 一路吐 所以它成长过程中很不顺利 老虎的设计就是这样 它是吃肉的 所以那过程就是这样成长 那么有一天 通常母妈 羊妈妈就会告诉 小羊跟 小老虎 就是说 因为把那个老虎养成像羊 就会告诉她 我们有天敌哦 我们要小心哦 我们的敌人就是老虎 我老虎非常大肢 非常威猛 非常霸气 我老虎这样 哇 那个小羊 真的小 哇 那个小老虎 把自己当成羊的那个小老虎 就是想 哇 如果我是老虎 那该有多好 对不对 哇 它觉得老虎很威猛 所以真的 当母羊讲完这个故事以后 有一天 他们在草原上吃草的时候 真的 有三只老虎 跑入羊群 你可以想象 老虎入羊群 的情况吗 哇 那个羊就 快点跑嘛 对不对 拔腿就跑嘛 所以就跑啊 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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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小老虎 也跑嘛 因为 它把自己当成羊 对不对 它也跑 哇 跑啊 老虎来了 它跑啊 跑 连那三只老虎 在追羊的时候 追追一下 看到 那不是老虎吗 它跑什么 我们在要找羊吃 它为什么跑 说阿尔凯罗斯基 就是 当 就是 好奇心 那三只老虎 就跑去追 追那只小老虎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羊 跟老虎 哪一个跑得比较快 老虎吗 所以追羊还容易 追老虎 那三只老虎 追到 追到要死 所以那小老虎就 就跑跑跑 看完看 我的妈呀 我从小到大都 被人家看不起的 为什么偏偏老虎 在追的时候 还要偏偏追我 还三只一起追我 对不对 所以一直跑 一直跑 那三只老虎就讲 你不要跑 你跑什么 他讲 我是羊 我是羊 我要跑 你要吃我 我要跑 你不是羊 你是老虎 你不要骗我 你不要骗我 一直跑 一直跑 所以那个老虎 追到 弃船 老虎也有弃船 这是我的故事 老虎也弃船 那过程中 他们就用了一些技巧 就三只包弓它 就夹住它 就捉住 捉到这只小老虎 那么这只小老虎就拼命挣扎 拼命挣扎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不要吃我 你不要吃我 那上次老虎就觉得 这只老虎应该有神经病 他就讲 没有 我是羊 我是羊 你不要吃我 他就讲 你是老虎 然后就把它拖 拖到河边 连把那只老虎的头 按在水面上 自己看 所以当那个老虎 小老虎 看到水的倒影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样子 一样呢 什么 一样 当下 他才知道自己 就是一只真正的老虎 他内心里面 累积的所有的那些怨气 当下 就这样爆出来 那么这个故事 就是该告诉你 很多人 在生活过程中 都被人家当成是羊 告诉你 你不可以的啦 你不行的 你是绵羊 当你要冲的时候 有人拉住你的左腿 跟你讲 兄弟 想清楚啊 我们是羊呢 你要走出去给老虎吃掉 所以 收完环 就一直有人跟他讲 你是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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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我问你 你是羊还是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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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 都是老虎 everywhere 就是养着 一群 非常了不起的老虎 中文是 收留老虎的地方 所以你内心里面 必须要这一股 必须要懂 必须要这样的一个力量 这就是一个过程 没有人 能够帮助你 除了你自己 我说你要打背妈妈 敢吗 如果你自己都不敢 你自己都不相信 谁能够帮你 讲我 笑你 自己笑自己 可是我在那边想 可是我会故意的 故意找一些 看起来比较新的人 但是看他样子 应该有能力的 他讲 你是老虎 我是羊 就是你刚才讲 你要打背妈妈 他讲 我 还没有准备好 都是这样子的 就你告诉他 你是老虎 我是羊 你是老虎 我是羊 有病 你进来立位 你不当老虎 旁边很多老虎 会吃掉你 前面你看那些 张牙利爪的 牙齿尖尖的 所以你必须要奋斗挣扎 你必须要坚强 你必须要相信 你自己本身 有骨子里 相信你自己本身 你是能够的 好不好 那么时间不多 再来就是精神 精神里面就分为 就是 这句话 其实总裁 没有找到一个真正贴切的 那么我也上网查了 这句话叫做 integrity 有听过吗 我们把它称之为诚信 也可以称之为正直 也可以称之为联正 也可以称之为气节 所以integrity 这种东西就是 人跟人的 一种 信任度 所以诚信 是人的第二个身份证 人 你有一个身份证嘛 对不对 每个人出生 都没有身份证 有没有 没有 身份证也有报身子嘛 对不对 没有报身子 应该也有护照嘛 对不对 没有护照 有driving license嘛 对不对 有没有 那么诚信 就是你的第二个身份证 代表着你的 所以人家在市场上混 诚信是非常重要 对啊 对不对 诚信非常重要 所以你必须要清楚知道 那么今天 诚信的角度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诚信 是在于 你有没有这个诚信 你本身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诚信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integrity 在你的内心里面 那么打一个比方 今天 F&D 有人跟我讲 F&D去市场上 拉人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就是说 对我来讲 如果有人跟我这样讲 我就 哦 其实 你觉得我会打电话去问F&D F&D 你真的有去市场上拉人吗 你觉得我需要问他吗 所以我根本连问都不用问 就是说今天我 跟F&D的关系 里面的那种 这个就叫做integrity 这个是我有integrity 这样可以明白吗 我完全可以相信他 所以有很多人就说 就是打个比方 今天 有人拿着单据 哇 有Doctor Lim的 sign了那个agreement了的 做了resist了 告诉你 reway 要卖给别人 你会相信吗 会吗 你们会相信老板吗 好像没有什么人相信你 你们会相信吗 大声一点 OK 他们完全不相信 就是说 如果有人跟我这样讲 我真的 不会骂出话 我真的ABC他 有明白吗 我ABC还高叉高叉 真的 连想都不用想 今天如果你讲 Devio跑去 wrong way住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真的 这种就是integrity 你根本连问都不需要问 所以一个人的诚信 跟一个人的价值 它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必须本身 要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 答应了的事情 就是你答应自己的事情 不是你答应别人 当然答应别人的事情 我们要百分之百去做的 例如你跟人家 例如你跟人家借钱 借的时候 到卡丘了 拜托了 真的 这一关没有你 我报死的了 好了 人家跟着 挖自己的储蓄 虽然 你因为你没有交什么 金钱不纠纷 但是真的 有时候做领导人就是这样 哇 很辛苦 自己都不够了 还把借 借了呢 跟你讲几时几时要还 时间到了 你打给他 你这里有没有还 有没有还 没有还 再打 再没有还 再打 再没有还 到后面连replying 连打电话 回答你 都不要听 所以有时候在想 今天你的 你的诚信没有 你要怎样成功 你今天 不是说得罪还是什么 你懂吗 今天你要想象一下 今天一个人 他能够把钱借给你 并不是他把钱借给你 他是相信你 对不对 他对你有信心 他支持你 这个人 应该是你的大贵人 对不对 应该外面有很多人 甚至你的亲人 都不会借你 但是这个人 他愿意 没两句的 把钱借给你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人 你应该更珍惜 对不对 但是你没有 所以那过程里面 真的 我经常都在讲 今天你要先 你要做事以前 你要先懂得做人 先做人 才后做事 对啊 不是对 所以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这些都是一些基本 所以诚信 对我来讲 你在任何的一个行业 任何的国度 任何一个国家 你是一个有诚信的人 你将会是下一个成功的人 这样好不好 要 就是把牙齿 张黄金来 再来运用 这样 这样 这样子你才会有机会成功 所以不可以随随便便 对待自己 要更加的诚实 不要每天骗自己 要打飞吗 要吗 要吗 几十 二零八零年 对不对 喊的一样 没有几个Andy说 真的 我发现到没有几个 如果有很多像Andy说 这样 我要两百张票 没有几个 没有star的时候敢喊 喊了真的去做到 没有几个 如果我相信你敢喊 你敢做 像Andy这样 你相信我 立位 都support你 对对不对 没有几个 所以 这一方面 你对待自己的那种诚信 必须要有 这样可以吗 那么最后一个 就是顶天立地 所以顶天立地 对我来讲 我先不要讲 形容什么东西 我只单单在立位里面 对我来讲 总裁 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我们的Claudia 我们的CMT 包括我们很多的领袖 都是顶天立地的 为什么敢这样讲呢 顶天立地这个东西 本身就是 就是你做东西 你做对的东西 你不怕人家讲你 对不对 有些人做直销 做到哪里都不可以去的 这边不可以去 那边不可以去 有仇人 对不对 有些人会担心 会害怕这些东西 所以身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在立位里面 给我来讲 不是你做到第几名 不是你做到什么级别 今天 你要做到问心无愧 做到没有话给人家讲 做到没有机会给人家指指点点 你真正地 凭你自己的实力 去达到那个目标 而不是走Sock Card 这边这样 那边这样 都是自己人 你明白吗 都是自己人 坐在你旁边的 那个时候是你的兄弟姐妹 不一定是同样的门派 不一定是同样的 DIM37或者DIM36 都是自己人 不好讲 成熟一点点 心灵上要成熟一点点 因为你这种就结怨了 当然在立位里面 以总裁的风格 如果拉去的 他还会谢谢他 因为他帮他家很肮脏 你帮他扫嘛 他甚至还会劝那个人 不然你过去也是不错一下 但是不要因为总裁这样讲 你就哇 敢敢拉 当人家眼睛瞎的 你拉我的我OK的 我Steady的 人多吗 但是你要在立位里面成功 成功到让人家拇指硕起来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下去那种 你就要做到顶天立地 这样好不好 那么在此 我心灵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